来自中国的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 抵达玻利维亚拉巴斯这家诊所 也带来了希望 玻利维亚就像其他拉美地区的国家一样 遭到新冠病毒的蹂躏 中国政府计划向53个国家提供疫苗 包括许多拉美国家 而且要促进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 拜登总统说 他将重点放在让所有合格的美国人接种疫苗后 才会出口疫苗 然而他的政府正面临更多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为什么不和邻国共享疫苗供应 特别是还没有获准在美国使用的 阿斯利康疫苗的库存剂量 现在白宫说 政府计划首先和邻国加拿大 与墨西哥分享一定剂量的阿斯利康疫苗 专家说 大流行病从武汉起源之后 中国大规模的医疗用品共享行动 一味北京带来外交上的推动力 以及在墨西哥 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所谓软实力的影响 但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访问亚洲时警告说 中国的医疗外交有附带条件 而大多数专家都认为 中国的做法丝毫不软 拜登说 他希望所有的美国成年人 都能在5月1日之前 注册接种疫苗 他还希望人们庆祝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日 能再次安全的小规模聚会 专家说 如果这些能够做到 美国将可能成为 全球疫苗的一个主要出口国 美国之音记者赛内报道